卫生部目前有条件批准总共五个自行检测试剂盒 不论检测结果呈阳或阴性 使用者都必须透过买学家特拉汇报当局 药体师协会冰城分配主席郭婉利透露 政府目前规定试剂盒售价为39令吉90仙 根据萨索示范的其中一款试剂盒 只需要15分钟就能知道筛进结果 卫生部旗下的医疗器材管理局 目前共批准了五款新冠肺炎自行检测试剂盒 开放让民众采购 最新获批的两款都来自中国杭州澳泰生物公司 以采集脱液样本方式检测是否染疫 药剂师协会冰城分配主席郭婉利接受本台访问时 以稍少钱获批的韩国Citymedic生产的试剂盒为示范例子 民众使用前最重要的当然是先清洗双手 之后就依据说明书组装试剂盒 装了过后你就是吐你的口水进去那个test kit 然后过后你就要等 对你吐弹了过后你要等五分钟 然后过后你再把那个口水递在那个test kit的那个洞那边 然后过后你再等十五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结果了 以上过程仅供参考不同产品使用方式或许略有不同 郭婉利建议检测时最好空腹进行 若在刷牙后也先等一阵子才筛检 如果刚进时他建议半小时后才检测 建议是民众就是你要有有那个症状了过后才真正去验 就是说有症状都可以马上验 验了看到底有没有 如果因为它是叫做home screening test 就是说它只是它就帮助你 at least第一个阶段看有没有这个antigen 就是这个病毒有没有在你的身体 郭婉利透露目前政府设定每个试剂盒售价为39令吉90仙 未来产品普及化时 他希望政府考虑调低售价 让人人都负担得起 卫生部长拿多斯里阿罕巴巴早前也叮嘱使用者 不论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阴性 都必须如实透过Misejetra汇报检测结果 无论筛检结果如何 若身体出现新冠症状 可到政府诊所 私人医疗机构等接受进一步检测